日前為改善桂林里加徵象4至15號宅前取牌撥坎破損情況 縣長林明珍也在立委許淑華 縣議員蔡孟兒陪同下到場會堪 這三點桂林里加徵象 死幾十個豪頭前 這條我們的旗牌水 旗牌水 兩邊撥坎做很久 差不多三四十年 因為最近不斷地在下大雨 他的提供 基礎 都差不多要穿起來 都跳空 所以今天 大家都真的關心中心 特別來這裡會堪 會堪過後 縣長林明珍也表示 此區牌破損情況 有改善的迫切性 所以縣府也將赤枝並發包施工 緊迫協助修繕 保障地方環境安全 他們今天來這裡會堪 其實這也沒關係來加強改善 補強 這基礎 越挖越簽 鐵上去崩下 這 花錢還要花更多 所以我們收錢 要趕快把它開 也不要花在大條子 所以今天來看 我們大概補強的工程 大概要 差不多兩百七十萬 要為了地方安全 基礎的安全 所以兩百七十萬 我們要趕快籌措 請我們的水利庫 趕快的收據發包 把這裡改善好 讓我們這裡附近的基民 可以更方便 更安心 仙遠參崩兒 感謝縣府團隊的積極作為 而由於近期都會坐降大雨 也希望改善工程能夠緊速來完成施作 這個綜合如果沒有冠軍做得過 強行的很快就會破題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個綜合的欺負 雜草重生 也怕雜草重生一來要整理 二來也怕說 會比一些 理由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管長接受民意 就是把人民的訴求完全的接受 我們也希望在日後 管政府水保科加倍 這邊也可以趕快速度 來把我們加正向排水系統趕快把它做好 因為我們現在即將雨都很多 也怕發生危險 在這裡也要拜託我們縣政府趕快把它施作完成 議長河上峰肯定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希望會看過後 相關工程能夠緊速來施作完成 避免陰雨釀災 而影響地方環境安全 記者盧玉凱 竹山採訪報導